大家好,我叫李江华 现在在教育局上班 来自一名工薪家庭 我非常理解你们每天要面对的困难与生长 因为这也是我成长的经历 过去十几年 我为扣顿议员和其他社区领先一起为社区维权 所以扣顿议员全力支持我的参选 因为他觉得我是华人社区最好的代表 公共安全和仇恨犯罪 是很多纽约市民每天都关心的问题 这个车站是我家人、邻居和我每天必须使用的车站 同时也是今年4月份发生暴力袭击的地点 该事件造成多名无辜市民受伤 包括多位华人 历史悠久的唐人街 由于治安不良和反亚裔暴力仇恨犯罪率的上升 变成了现在的萧条 不平等分贝的游民收拢所 和一座即将建立的摩天监狱 将进一步损害居民和小商家的权利 作为您的国会议员 我将立即增加资金 打击犯罪 权利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和安全 反对游民所和监狱的不公平分配 将与执法机构合作 确保街道和地铁的公共安全 制定立法以阻止非法枪支和枪支暴力方案 扩大移民服务 如免费法律咨询 在每个部门提供语言服务 参导增加联邦金费于早期教育 为市民提供免费或负担得起的托额服务 免费市立大学助学金以减轻学生贷款负担 工作或职业训练计划 应用联邦资源去支持州和地方政府的 可负担得起房屋计划 增加联邦资金全面修复纽约政府楼 保持商业租金稳定 反对对控制店面的不合理征收 当选后我会尊重民意 建立地区咨询委员会 与社区密切合作 我是唯一一个候选人会讲 胡州话、广东话与国语 与我沟通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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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时间 我们的23号是今天 他们需要选为Jimmy Lee